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的方向味 不像骨头肉 如果吃麵包可以 可以 可以 所以原住民 其实有一些老人家 他们也很习惯 就是拿来生吃 怎样生吃呢 用骨头肉这样子沾了 就拿来吃 骨头肉 所以你看 它基本上就是茄子 这些皮肉抹 这些皮肉抹 对 不要放骨头肉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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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不要 吃点菜 吃吧 好酸耶 对 原来有骨头肉抹 它是骨头肉抹 但是它有一个特别的香味 它是骨头肉抹 是骨头肉抹 骨头肉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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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我上网查了一下 原来在许多的地方 比如说包括印度 跟孟加拉等地 类似的酸切纸 也用在民间医疗当中 尤其是对喉咙痛 咳嗽 发烧 特别的有帮助 那个是青色的是猪肉香菇 红色的是有Oni 这边是有高辣有咸淡的 然后这一边就像是 这个整个巴沙的糕点部门 所以卖的那个糕点 非常非常的多 像这位大姐 她就卖了很多种 各式各样 而且是不同籍贯的一些糕点 所以你这边好像是那种 糕点的联合国 谢谢你 各种籍贯的那个糕点都有 是 你来一口气就是帮我们介绍一下 各种籍贯的糕点有什么 这个就是米包米 这个是头版的 客家的头版 好 炸烙月的潮州人 把这道食物称为米包米 其实是挺传承的 因为它的内馅是糯米 然后外皮是粘米粉 所以里外都是米 而原乡的潮州人 他们逢年过节 也会制作这种果 寓意就是五谷风灯好收成 这个在潮州原乡是叫白饭桃 白饭桃 白是说它的颜色白色 对 白色的 然后饭是因为里面有饭 对 就是糯米饭这样子 它普通他们是白色 因为这个是特别做的 它的料会比较多一点 如果他们有拜拜 有什么 潮州人就是买比包比 客家人就是买头版 那这个版本其实是客家人的版本 客家人的版本有什么不一样 不一样 他喜欢花生 他们客家人就是有拜祖先 什么都是用这个 而且客家人非得要红色的时候 对 他也要用红色 所以他不摆设 摆设看不惯 而且觉得逼急 对 你们 说什么 我们就跟着你 我们就很能挨